畫圖第一個就是把範圍先選起來 比如說只要簽10名 因為這個銀行別太多了 總共有到39 39加太多了 所以我可能不要我要簽10名 所以你先選範圍 選簽10名 銀行到第10名 然後我想要分一些 淨值、資產、存款、放款 還有可能到國內分行數 跟國外資 反正這幾個好了 總共G到L好了 其他就不要了 我希望可以把它畫個圖 讓我更清楚一點 那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我可以把 先做一個 其他比照辦理 所以第一個 先把它選起來 然後選完之後 我們剛剛是插入直條圖 不過如果假設你要把它變成程式的話 你可以先選範圍 然後再利用錄字聚齊 先把它錄下來 那錄字的話 給它一個名稱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進額 這叫進直的直條圖好了 比如說我要 產生的就是進直的直條圖 然後按個確定 因為我剛剛有寫了一個 然後我就直接 插入 把它錄字 有沒有直條圖 這個動作 只要做這樣的動作 就可以停止了 就OK了 好就有了 那有了之後的話可以把剛剛的開發的人停止錄製 那我們就可以 在聚集裡面找到這個 淨直直條圖 編輯它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我產生 兩行程式啦 那其實如果你假設 這個刪除圖 這個我是從 之前我們雲端上面的程式碼把它複製貼過來 就在這裡 應該在第五頁這邊有 這個前面的 那可以把它先刪掉 這樣比較方便 刪掉 如果你現在執行它的話 它一樣放這裡 跟你講說老實我不想放這裡 我想要放哪裡 我想要放在 右邊的地方 哪裡 放在 P1這裡好了 然後呢我希望實籃的寬 實籃的話 就它123456789 到Y好了 OK 然後 多高 實列高 就跟之前那個一樣好了 那怎麼改 這個跟之前那個 一樣的方式 就是你先 給坐標 P1 所以你可以這樣寫 豆點 它的 Laps在哪裡 左邊 就P1 左邊那一條線 所以你可以打一個 Range 然後跟它講說 我是要放在P1 那個儲存格 它那個右邊那一條線 Laps 的那一條 所以就是放在這裡 然後上面的話呢 就是 豆點 第二個參數 就是 一樣是Range P1 的上面那一條 上面那條線 點Top 這樣呢 這個是坐標 左邊跟上面 所以你如果執行的話 剛剛那個圖 就會擺在這裡 有沒有 但是這個位置 OK 但寬跟高怎麼辦 寬要到Y 所以你就是再加一個寬 寬的話 豆點 也多寬啊 就是跟P1 這個儲存格 對寬度一樣 但是要乘以10 所以 點Wiss Wiss就寬度 乘上10 那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應該就會變成 10藍寬 到這邊 可是高好像太高 這13列 不要 我要10列就好 10列的話呢 後面再跟他講說 我要多高 那就是10列 10列的話一樣 利用P1這個當基準 所以豆點 第四個參數就是 它的高度 所以P1的高度 叫Hite 這個前面有講過啦 乘以10 然後把它先 舊的圖先刪掉 這邊 這個刪圖這個蠻好用的 把舊的刪掉 全部刪掉 要執行 有沒有發現 他就幫我把 圖變成 10藍寬 10列高 OK 但是好像 有點壓扁 但如果將來這個不要的話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當然如果你要把底下那個叫 Lecture 你可以 把它關掉 如果底下那個不要的話 我印象中 它那個叫什麼 叫Tri-Object-Legend 可以把它關掉 那如果說 我做完一個之後 第二個也要產生的話 那第二個是什麼 資產總額 資產總額怎麼做呢 其實道理蠻像 剛剛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 寬跟高 其實只要把P1變成 座標應該把它變成 P1變P11 然後 範圍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是跨工作表 其實就是 資料來源 其實就是 D1 到D11 所以其實Range 這邊其實你可以把 其實像那個 前面這個工作表名稱可以拿掉 第一個範圍是D1到D11 第二個範圍的話 是G1 其實前的符號也可以拿掉 因為這邊其實也是絕對做 你知道嗎 所以 那假如要改成資料是 換成資產總額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 假設我這個名稱 要再畫第二個圖的話 那我可以 再把這個程式 把它改成叫 資產總額 的資料圖 然後畫的位置 我希望畫在它的下方 它的下方其實主要就是 哪個地方會改 這個啦 座標改 寬跟高不改 所以呢 把上面的程式 負置貼過來 然後 換幾個地方 Labs 改成11 Tab也改成11 寬跟高不變 因為都一樣大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它的資料呢 這個D1到D11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它的銀行 銀行這個範圍也不變 有沒有然後會變的應該就是 把 G改成H 所以呢這邊的話 改成這邊改 G改成H 好那這樣基本上就改完了 改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 再把它跑一下 那你會發現第2個圖應該也就出來了 看一下 資產總額資料圖 有沒有出現 沒出現 為什麼 我把舊的先刪掉一下 然後先跑 這個 這個有了 然後再跑下面這個 執行 看一下程式有沒有寫錯 一樣 資產 喔 這邊是怎麼樣 P11變成P111 難怪不見了 因為位置不對了 可以改一下 因為我剛打 打字可能打錯 檢查一下 好有了 有沒有 所以很多時候是應該打錯了 那如果說我要 再多幾個的話 那當然啦 你可以 如果你會寫回圈 你就繼續寫 如果你不會 你說老實我下一個 不會怎麼辦 沒關係啊 比如說下一個欄位是什麼 下一個欄位是這個 存款余額 那你說老實我不會 你至少會call吧 就是你把剛剛這一段程式複製過來 然後把它改成叫什麼 改成存款余額 那改應該會改吧 這邊改成叫 資產余額的直條圖 然後再來 其實只要改一樣 改幾個地方就好了 改那個 應該 應該知道原理 這個改21 Lab跟Tob改一下 然後這個的話 把g改成什麼 ghi 有沒有 i1 到i11 好那這個就有 執行一下 這邊又一張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 這個數字就出來了 好 那 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就寫個回圈 如果不行沒關係 你這樣就 就達標了 其實我 對各位的要求 並不太高 反正至少 你可以 可以寫一個 爬蟲的程式 抓資料下來 有看到 最好你可以在這個旁邊 幫我加個按鈕 讓我按下去 有資料下來 那你說老師那我篩選這個地方 程式不會寫 沒關係 你用複製貼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要敘述一下 老師我把 資料下載 後面這個我不會寫 那我就用貼的 你讓我知道一下 然後你在旁邊這邊 加按鈕 按鈕的話 一樣 程式寫完之後 一樣在這個旁邊 幫我再按鈕 這個 這個寫 剛剛說 第一個是這個 淨值 所以你就是 在這個旁邊 再幫我加個按鈕 讓我知道一下 不然我根本不知道 你寫了什麼 然後我習慣是有三個 那我就是 三個 最後再加一個 把圖給刪掉 所以這邊的話 刪圖 這個是刪除圖 然後 就分別 我習慣是把 那個按鈕貼過來 然後直接改 那第二個是資產總額 所以我習慣是貼的按鈕之後 然後把名稱改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 應該是資產總額 應該是資產總額 然後再來就是 存款餘額 OK 所以這樣的話 基本上 就OK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 你做練習這樣 三圖 然後 第一個出現 第二個出現 第三個出現 那有了 基本上 你就拿到 基本分數了 如果你要 更高分的話 那你再補一些 當然你的 按鈕數量 當然越多 也是一個指標 有沒有 底下你可以自己加 因為如果你 至少 不過你不能說你加了之後按下去沒反應 那等於是你做假 那當然不行 OK 你就是有 也不要做太混亂 量力而為就可以了 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主要是再舉一個案例 就是說如果今天換成本國銀行 那我可以 先做個按鈕 然後呢 有些不會寫 沒關係 像篩選 你可以貼過來 然後在旁邊這邊 針對這個資料 幫我畫個圖 那至於說你要畫折線圖 畫圓形圖 畫直條圖 都可以 但是 最好是恰當 你自己看了就覺得 像這個地方用折線圖 可能就比較不合適 為什麼因為它沒有時間開 你畫個折線圖 好像怪怪的 沒有那麼合適 就是數量 用直條圖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 其實我也一樣把它放在雲端 如果你們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 就是外幣匯率歷史 我又把它貼到 在這邊的第幾頁 底下這邊的變化體 第六頁的地方 我們在那邊 我們不停 我們 對